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社会充满着各种性别框架 男生不能哭,女生不能太粗辱 大人都会说,你是女生,你还有气质 学校规定,你要穿裙子,要留长头发 甚至隔壁早餐店的阿姨 也都每天叫小美女小美女的 在生活中,每天都会有人不停地提醒 你应该要是什么样子 我是阿塔男孩David 我是一位摄影师、剪辑师、Podcaster 也是一位女跨男的跨性别者 这是我的跨旅程 很小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大概从幼稚园之前吧 就是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觉得说,自己很像 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身体 就觉得说,我想要跟别的小男生 有一样,那样子被对待的方式 因为我小时候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 他们就会说,我一定要穿粉红色的衣服 然后不能穿蓝色,不能穿绿色的衣服 然后不可以玩玩具车车或是金刚 只能玩芭比娃娃这类的 所以我小时候拿到那些玩具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把那个 芭比娃娃的头先拔掉 就是,我就是 这算是我自己的一种反抗的方式 因为小时候我还不懂 什么叫做跨性别 什么叫做我觉得这个 这个身体不是我的身体 或是我想要是另外一个性别 所以那个时候我没办法好好地表达这件事情 我就只能用一些比较奇怪 比较小孩子气的方式去表达我的抗议 他完全就把他接替了,把那个车都接替了 他说我才不喜欢这个,这不好玩 然后他完全不要玩女生的东西 然后他阿婆就讲说 为什么你女生都不玩这个,爸你要玩什么 他说车子很好玩啊,保健很好玩啊,为什么玩这个 他说可是你是女生你就要玩娃娃啊 他说我不要玩这个,这不好玩 对,他不喜欢 大人都会说就是男生就应该要玩金刚 就应该要玩车子 女生就应该要玩法比娃娃,要玩万家加酒 所以既然我自己的认同是男生 我就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更多一点的是 我希望被身边的人被大人们认同说我是男生 所以我会去选那些事情做 就例如说可能在幼稚园里面 然后要搬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 老子会说男生来帮忙搬东西去搬菜什么的 我就会举手然后冲第一个去做这件事情 我不一定是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 或是我觉得我力气超大什么的 我只是想要被认同 你也是个男生 所以那个时候会很尽力的 很用尽全力的把自己塞进这个框架里面 属于男生的那个框框里面 小时候我甚至有一个小小的算是梦想吗 或是一个想象是 也许有一天到了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我如果可以选择我要当男生还是当女生 就很像打GAME的时候 你到某一个等级就可以转职 就可以选你要有那个职业 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选择 我要的那个性别 或是那样子的身份跟身体去生活 对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会达成的 所以到青春期的时候就真的是 算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冲击 跟我觉得最难受的一段时间 可能跟别人的相处上 跟同学之间 或是说大人怎么对我 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可以有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就是完全全被当成女生这样对待 就特地去中药房拿中药 然后买了那个鸡要炖中转骨汤给他 他说我不要啊 他就是很叛逆 我说你不会排斥中药 以前小时候你吃那个中药粉什么的 你也不会怎么样 那为什么你对这个转骨汤你这么不喜欢 它可以让你长大可以让你长高的 他说我不要长大 他说我这样就好了 他就是不肯 他这一口都不喝 我真的都很谢谢他们 然后我也就是我知道他们很爱我 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抗拒喝转骨汤 因为他们就说你喝这个汤 就是因为你现在有月经的 所以你是个女生 所以你要喝这个东西是为你好 所以对我来讲会不会 就会有种感觉是 我如果喝了我接受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就承认了我是女生 不是我放弃所有可以挣扎的余地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不喜欢留长头发 他是幼儿园就不喜欢长头发 他是幼儿园就不喜欢长头发 幼儿园就不喜欢长头发 因为阿婆在菜园忙 然后他觉得留长头发洗很久 所以就把他剪短 他剪短以后非常开心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剪这么短 他说这样洗头很方便很舒服 他觉得很喜欢短头发 他说很喜欢留短头发 我说那等你长大再帮你留长头发 再帮你绑辫子 他说我不要留长头发 我要短头发比较舒服 对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他 嗯为什么女生不喜欢留长头发 胸部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它长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切掉 就我一定要它消失 但是小时候不知道 有平胸手术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试过拿一些绷带啊 或者是拿保鲜膜 就在我还不知道有束胸这个东西之前 就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缠在身体上 那当然一定对身体会有负担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讨厌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觉得这就不是我 对 所以后来知道有平胸手术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满20岁 所以我如果要动手术的话 我一定要就是父母的同意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跟他们出柜 他传得很长很长很长 而且是晚上已经很晚 我们准备睡觉了 然后看完以后我就 我有点怀疑 什么叫做同志 什么又是跨性别 不知道到那时候 还是觉得说他应该还是会变回来吧 虽然觉得说他是跨性别 我知道他不一样 但是就觉得抱一点希望说他会变回来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 或是我很怕他们可能 不喜欢这样我会不会讨厌 会排斥 但是另一方面又会觉得很愧疚 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 会觉得说我这么的怪 这么的不正常 这么的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觉得好像会很对不起他们 我没有成为一个好女儿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心里也会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子要经过这一些 妈妈她是比较直接说 是不是她的问题 我怀孕的时候 怀孕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胎教有什么没有做好 然后变成让她要经过这一些 像这种过程我也有啦 但是 但是 脸跟响啷 对啊 我们两个讨论一下就好了 你才不接受 出来 去跟拿文讲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你都决定好了 就做 要这样做 我们就支持你 但是你要想清楚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看法跟你讲 那你权衡了以后 那个东西是你想要的 你就去做 就这样子 所以表面看起来就是很平和 只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想到这些就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过程 后来是到隔天的时候 可能早上 他们回了一句话 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跨性预约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或是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孩子 所以不管我想要做什么决定 他们都会支持 就说真的也 我们讲的 就是你讲的没错 他真的就是喜欢女生 但是后来发现不一样 他不是单纯的喜欢女生 他是男生去喜欢女生 不是女生喜欢女生 我会那时候觉得 这不是很可怜吗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他很可怜 因为跨性别 因为同志的圈子就很小 他认识的人不多 可是跨性别就更少 他认识的人会更少 他就没有朋友 我想到第一个问题 我想到第一个问题是 他会没有朋友 然后他会很孤单 然后甚至于他会被人家排斥 但是我很担心 他被人家欺负了 我在想 我回想他国小会这么样的霸气 会不会是因为他想当别人不能来欺负我 因为我就是想 我很厉害 我就是男生 所以你不能来欺负我 所以把自己装得很强这样子 我不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但是我知道跨性别这样子 我觉得我最难过的想法 是他会被人家欺负我 因为他很少朋友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6,6,13,15,16,17 18,19,20,23,24,26,32,35,36,37,38,39,46,47,48,49,50,51 第一个星期 以前我都是进女厕 虽然以前可能还是打扮比较阳刚一点点 那个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进女厕 还是会被一些正义的大妈说 你走错了这样 然后就把我请出去 但那时候 我声音就比较细 就是然后体态也比较是女生 所以也不会有人多讲什么 可是到我大概用药一年之后 我开始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整个外表都很男生之后 我就不太敢再走进女厕 但是这个时候我又会 自己有一个心里的砍过不去 就是我也不太敢进男厕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 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冒牌的 我是不是不够男生 我是不是没有那个资格可以进到那个地方 也会担心说如果我进去然后被别人发现 或是被别人问起来 说你怎么在这个时候 我会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应答 甚至有可能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棍 就是因为你要解释这个情况 所以 脑袋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剧场 我大概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鼓起勇气走进男厕 这个转变倒不是说因为有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所以我喜欢这个身体 而不喜欢以前那个身体 我觉得比较像是 我现在越来越可以自己认同自己 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我 不需要旁边的人说 你就是男生啊 你不需要担心什么 我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子告诉我自己 跨性别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 就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 他就只是跨性别 他也是人 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可以很坦诚的讲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说不好意思讲 或是不敢讲 或是怕人家怎么样 他完全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 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他还敢开YouTube 我觉得他好强喔 我把它全部都看完了 全部都看完了 对有时候休息 中午休息时间会这样看 然后看他会这样偷偷的掉眼泪 我想说老师你在偷偷 你这样没有哭 我说没什么事 我看到很感动的事情 对 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是男生 所以我希望能做这些事情 不是说 我一刚开始做可能做博客 然后做 podcast 这类的 我只是觉得说 我就分享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些资讯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我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收获最多的反而是我自己 我有收到很多别人 别的跨境别者 他们的回馈 他们会很乐意的跟我分享 他们自己的心的想法 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困境 那我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解决 也许我也可以把这东西再抛出来 让更多人一起去讨论 那也透过不断的跟读者们 他们的回复 或者是跟他们互动 我回头看的时候 也可以再再次的梳理这段过程 也许我曾经觉得很纠结 或是很迷惘的东西 反正慢慢的也可以有一些解答 我可能比较乐观 我是觉得乌云背后一定有阳光 你只要坚持下去 照着你的方式 一步一脚印一定会有一些收获 因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最开心最快乐的 然后用这力量活下去 坚持下去 虽然我这条路其实走得很辛苦 但是我非常非常幸运 也很支持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朋友们 我才有办法 现在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用我自己 一点点的力量 不管是我做Podcast 或是做写Blog等等的 能够尽我所能的去破坏 或者说打破这个社会 对于二元 对性别二元这样的框架 即使只是动有一点点也好 我希望不管是为了那些 还没有足够力量去 挣脱这些框架的跨性别者 还是为了这个社会上 所有独一无二的人 每个人都是特别美好的存在 没有谁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男生 什么样的女生 你就是你 我是阿拉塔男孩这一本 欢迎收听今天第十集的节目 在第八集的时候 也跟大家稍微聊到过 HRD到底要怎么样开始 要先去看医生 然后你要去找荷尔蒙医生 然后找他们拿药等等等等的步骤 那今天這集呢就要跟大家比較深入的來聊一下 HRD到底會對你的身體